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十粒子弹壳 海牙警方在今天凌晨6时收到消息 说市内一栋建筑物发生枪击事件 据警方说 没有人受伤 警方发言人说 警方正在对市馆大楼及其内长等调查 目前枪击者的身份和枪击的动机还不清楚 当地居民说 早上5点半过后就听到了声音 还以为是有人用锤来组装脚手架 今早起床 从新闻上才知道是枪声 另一个邻居从睡梦中醒来 他说我立即醒了 立即意识到是有人开枪 我丈夫公安为我说 可能是炮掌烟花 但枪声连续发生 听得很清楚 突发消息报告结束 可太独立即热 火器 8